陳志全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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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沒有定案,沒有時間表,如果只是說沒有定案,就即是未決定,未博取,但如果你沒有想過做,就不用說沒有時間表的,你想過做才說沒有時間表,就是想做,不過未決定何時做而已。 這份文件建議香港除了要考慮主動吸納外地專裁之外,也需要考慮部分低技術的工種, 因為這些行業一直面對人手不足的難題,勞工處顯示2012年輸港外勞數目日益增加,有關的申請增加至947宗,涉及的人數更較2011年升了整倍,達5900多人。 看回政府的數字,2012年輸入的外地勞工是2415名。 局長,面對人口老化,香港逐漸缺乏勞動力的情況,這個大家都會承認,政府的確是要考慮怎樣去解決這個人力資源的問題,但是是否先是想求諸外呢? 還是問回我們自己,究竟我們自己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? 現有的勞動人口,政府是否可以增加它的就業條件呢? 今天也有很多同事說過了,我們有超過50萬的婦女,30至59歲,都是沒有投入這個勞動市場的。 是否可以透過一些社會政策,包括托兒保護服務,令到協助這些家庭主婦重頭勞工市場呢? 青少年的失業率也偏高,當局有沒有足夠的青少年就業? 當你實施了各種這些措施,我們才再問,我們已經做好我們裡面所能夠做的事情了, 才再跟我們說是否要有需要輸入外勞? 政府如果是無心作辱英才,亦都無心製造良好的就業條件給本地的市民, 只是求收益,是無意提供整傳的培訓,難怪連大學生都要公開,即是可以契納我們的特首。 在這個文件的第四點一三段就說了,我們留意到若干行業, 例如建造、零售、飲食、護理面臨、勞工短缺。 有些行業的短缺是短暫性的,有些行業是長期性的結構問題。 那即是怎樣呢? 即是短暫性那些就輸入外勞,可以快快手手解決了它, 就是最簡單,因為你不用想事,只是輸入人進來就可以。 反對擴大輸入外地勞工不是排外,這個一定是港人優先的。 其實無論外勞和出入境事務的政策,本來都是涉及利益或分, 即是那條線怎樣畫,就必須得到全港市民的討論和共識。 現在那條界線也很清楚,勞工處的補充勞工計劃中已經明確指出, 為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,以及保障他們的薪酬及福利, 僱主需優先聘請本地工人,填補職位空缺, 定應積極培訓本地工人,以便他們能掌握所需的技能, 以填補這些空缺。這個是政府說的。 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已經改變了呢? 是不是已經偷偷改變了呢? 靠這本叫做《雜思講益》的諮詢文件裏面第四張的十頁子去鋪路改變呢? 本人僅此陳詞。 本人的諮詢文件裏面第四張的十頁子去鋪路改變